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之前华为的于成东就公开表示过 为了这台新的五座版本的问界M7 他们可是砸了五个小目标 这里头有看得见的地方 也把钱砸在了你们看不见的地方 那么先说说外观尺寸 其实这款五座版本的M7 跟之前的六座车型在尺寸上没有什么区别 车长依旧是一个5020 宽是1945 高1760 轴距还是2820 如果你原来了解过这种六座版本的车型 你就会发现五座的其实只是在车身高度上略矮了一些 那么其余尺寸基本上都一样 其实这副体格 我觉得在它的同级的竞争对手的阵营里 它不算是特别大 它算是一个比较中的体量 因为你想啊 它的2820的轴距其实要比蓝图福瑞 以及理想R7都要稍短一些 而5020的车长呢 其实是介于福瑞跟理想R7之间的这样一个水平 所以总体来说 它是一个处在中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但是啊 它毕竟现在这台五座版本 是一台六座向五座向下兼容的这样一个车型 而且呢 它的第二排的可调范围特别大 也就是说空间灵活率 或者说叫空间利用率这一块 这台问界M7五座版本 我觉得是在同级别中玩的特别特别六的 那么这个一会儿我们上车再说 那么外观部分呢 如果你了解过之前的六座版本 你就会发现这台五座的M7 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啊 它整个的白车身是经过了一个升级的 首先来讲是高强度钢的利用率会更高 那么另外一说呢 还有加入了更多的复合材料 来提升整个白车身的一个刚性 这个也就是说 那个五个小目标中看不见地方的投入 那么说完了看不见的 我们可以先聊聊看得见的啊 你会发现头顶上多了一颗激光雷达 另外在一字板的两侧有了探头 那么也就是说明 这台车它具备了华为ADS2.0自驾的功能啊 也就是可以兼容到城区的NCA 以及高速的NCA的领航辅助功能 内饰乍一看呢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变化 但是呢仔细一看你会发现 其实中共才顶部这块的面料得到了替换 它现在是一个是一个复合的一个合成材料 但是摸起来的质感呢 非常像皮革 但是呢看起来呢 却有点那种绒布的感觉 另外呢 是这双无线充电器的功率都得到了提升 从原来的40万变成了50万 那么如果你手头有一部华为手机 你就可以激活你的无线快出功能 那么整个的车机系统呢 也升级成了鸿蒙3.0的车机啊 你可以利用你的华为手机啊 来跟车机进行一个超级桌面的扩展 把你手机上所有的用程序 拓展到这块屏幕上 另外呢 如果你使用的是鸿蒙的电脑呢 你可以啊 实现一个无线的投放映射 将这一块中控大屏变成你电脑的一个外拓展屏 那如果你是做一些PPT啊 或者说剪个片子啊什么的 都可以使用 那么另外呢 在整个前座的后背啊 会有这个MagicLink的接口 如果你手头有鸿蒙的派的啊 那么你可以把它上车以后吸在上面 它就可以跟车机直接互联 从而呢 打通整个的使用场景 那么把它拿下去以后呢 它又变成了一个派的 因为我觉得这点啊 其实就是挺好的 因为首先来讲 你上车以后 它是一个后排娱乐屏 下车以后 它依然是你的派的 这样呢 你既拥有了一个后排娱乐屏的同时呢 又不会为此增添成本 那么总的来说呢 就是如果你是个华为的拥户啊 无论是手机 手表 派的 电脑都行 你拿上你的设备上车以后 你就可以跟车机打通 来玩出更多的新花样 虽然啊 这款五座的MT是一个从六座向五座向下兼容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但是呢 问界并不是简单的做了一个减法啊 六减一这么简单 他们重新设计了这五缸座椅 首先来说呢 整个座椅的这种材质会变得比之前六座 我觉得会更难柔软了 那么另外呢 头枕的面积会变得比较大 会更好的承托住我们的后脑 前后排都提供座椅的通风按摩以及加热功能 对了 刚才我不是在外面跟你们说 这台车的后排座椅有很多新花样吗 所以我们去后排看看 好 现在我们过一下空间啊 前边是我刚才已经调好的坐姿 身高185 体重135 我现在坐得非常的直 我们看到啊 腿部空间 两拳以上 头部空间 一拳以上 接下来就是好玩的地方就来了啊 这台五座温家M7它的后排座椅的靠背 是支持一个角度调节的 当然你也可能会说啊 都2023年了 老谷 一个中大型的SUV靠背支持调节 这事还值得拿来说吗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可能只有二三十度 所以你们看它的角度 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座椅靠背放到了最倒的状态 那么我基本上来讲已经完全是半躺在这了啊 所以这个角度就有点夸张了 这回问解新的M7的五座版呢 其实动力结构没有变化 依然是1.5T的增程器 搭配啊 这种单电机的两驱 或者说双电机的四驱 那么我这台呢是双电机四驱的 也就是330千瓦 660牛米 百公里加速4.8秒 然后增程器其实做了一个小优化升级啊 就是提高了它的燃油经济性 那么这台车它的纯电续航呢 可以到240 那么综合续航呢到1300公里 官方的百公里快电呢是5.6升啊 那么听到这个数字 其实我还是挺震惊的 因为你知道同级别的 比如说像理想的L7 它的官方的数字呢 快电油耗是7.5升 然后我们实测过啊 其实是8.4升 所以我还是挺好奇这台 问借M7五座版本 它到底能跑出多少的这个续航 以及亏电油耗到底怎么样 今天没机会了啊 有机会我拿到车给你测一遍 然后再拍给你们看 那么跟你们聊聊 这台五座版的一个驾驶感受吧 因为我觉得开起来整体质感上先说啊 跟原来的六座版是在同一个调调上 刚才特意啊 特意把这个三种模式切换了一下啊 那也是舒适啊 然后节能还有运动 跟原来的其实六座版有点像啊 但是差异在于回收啊 只是说经济模式下 你丢掉加速踏板之后 整车的回收的制动力会变得比较强啊 而标准模式呢 就有点类似于带档发型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问界M7一直以来 在这种同级别的增程SUV里 它的驾驶质感 其实我觉得是偏向于厚重啊 偏向于沉稳的那个风格 转向呢 无论在任何模式下 其实它的手感都不是那种轻飘的啊 没有那种虚假轻飘的那种电子味儿 整个底盘的质感来讲 也是相对来讲偏舒适打底 但是其中又会有一定的韧性感 因为它有了FSD啊 是一套机械的这种可编组尼的一套悬架 那么所以 它的驾驶质感来讲 我觉得啊 我先说 它会比理想R7要更偏向于沉稳跟厚重啊 但同样是舒适打底 但是它会比 兰东福瑞 没有兰东福瑞的那么具有运动感 因为兰东福瑞的那套扎实感 会让你觉得你开一台轿车 那么由于我们今天的试驾车呢 其实它虽然拥有激光雷达 但是它的ADS2.0的这一套置架 目前还是属于未开放状态 那会在不久啊 也就是上市的时候会就开放了 所以呢 今天也就没有机会去聊这一套 比较亮眼的配置这个 带激光雷达的这套置架了 但是好在呢 因为原来我开过M5的置架版 而且还开过之前搭载了其他品牌 用华为这套置架解决方案的车型 所以今天可以跟你们在这道了两句 其实我觉得啊 虽然没开 但整体体验应该也是大差不差 也就是说 华为的这套ADS2.0 带有激光雷达之后呢 它会支持高速的NCA 以及城区的NCA 两种领航辅助 它的策略是我开过的 所有的这种同类型的产品中 整个果断程度 以及这种激进程度啊 都是会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 那基本上来讲 什么质感呢 就是只要在限速合理合法的状态下 它前面基本上不允许有车 就是有车它就直接抄 有车它就直接抄 OK 最后我们做一波总结啊 如果单纯的我们从座椅数量上来考虑 那么这台5座的新M7呢 无非就是6-1的结果 但是呢 由于5张座椅重新设计优化升级之后 整体的舒适度有所提高 尤其是第二排的那个座椅靠背 可以进行一个大角度的调节 你可以在后边躺平 但是从市场策略来讲 其实5座版本的车型 跟之前的6座版本 比完全是换了一个风格 不再具有那种更偏向于奶爸的标签 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日常 更加全面 无论是你一个人到两个人平时上下班通勤 还是说周末全家出游 它都可以比较从用应对的这样一个场景 那么另外呢 有了激光雷达之后呢 它就有了无论在城区 还是在高速两端的领航辅助功能 也就更适合你去日常上班通勤 以及说周末开车跑高速 另外呢 我觉得啊 其实无论说奶爸这个概念炒得再热 那么其实六七座的SUV仍旧是一个偏小众的一样的产品 而更主流的SUV市场一定是在五座的这个范畴内 那么我拍这条片子的时候呢 是9月初 那么你们看到它的时候应该是已经12号啊 这台车应该已经正式上市了 所以关于价格到现在我没有办法能告诉你一个明确答案 不过呢 那么25万8的预售价其实就可以说明问题了啊 其实在我看来啊 问界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把这样一款中大型可有可电的五座SUV价格 从原有的30万家拉到25到30之间 从而呢 希望重新去洗牌市场 那么如果一旦新的市场格局被定立 那么他们就可以吃到先发的优势 其实蓝图也是这么想 也是这么做的 OK我们不管他们的这一次市场洗牌的革命能否成功 但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讲都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们可以吃到一个版本红利 结合到最近那台没有开发布会 就已经卖到火爆的华为Mate60手机啊 其实我呢 想到了华为的手机业务 呃 其实在我看来啊 华为在手机端 它一直在前面会有一个 价格会比较高的苹果 并且呢 也是一个吸粉无数的产品 那么华为要做的 其实并不是把苹果业务吃掉 而所取而代之 而是要努力的通过自身的产品品质 跟定价 实现一种 苹果 华为 以及其他这样一种三分天下的格局 那么聊到这儿 其实你就应该可以换算回来啊 明白在汽车领域这台M75座版 它所面临市场中 那个扮演苹果角色的是谁 而它的使命点又在哪了 好 那么最后呢 就是我们视频的保留环节 就是这台车 它到底适合谁 首先一点啊 我觉得如果你可能是尝试一到三个人 这种比较高频的用车场景 那么你觉得买一个六七座的SUV 总会浪费 那么一两个座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来看一看这台 新M7的五座版本 那么另外呢 就是如果你觉得在这个级别 这个领域啊 去扮演苹果的那一台车的价格呢 你觉得有一点高 你也可以来看一看这台M7 哦对了 如果你是个华为的用户 那么我就更推荐了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36岁 还在电动帮陪 你们看出了老鼓 那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